休息和車長的時間等等 休息的時間等等的問題 是從一個多方面比較全面的角度去進行一些提議 以及給一些意見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非常全面 亦都是可以相信有 如果是得到適當的執行 是有助於改善我們現在專型巴士的安全問題 當中我特別留意到就是安全指標那方面 因為現時其實在巴士的安全上面 政府提出的要求不是有一個劃一的指標 而這個指標究竟巴士公司要提交什麼資料 甚至乎他要做什麼才可以告訴別人 他那個巴士公司的表現是安全 現在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標 將來他應該會參考一些外國的指標 去進行回報 以及有一套實時的監測機制 我認為實時的監測也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有黑盒 但黑盒上面的資料 其實從來都不拿出來分析 經過今次的建議 將來黑盒的資料是可以拿出來分析 就著車長他的駕駛態度 亦都可以有一些監測 我相信都會 及時是找到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另外就是 就著辱罵車長定罪的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是有爭議性的 因為需要在車上面安裝一些攝錄機 甚至乎會錄下一些對話 這一點從來都是社會上面 可能會比較廣泛關注 亦都有可能是跟私隱上面有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適宜 是社會比較廣泛性的討論 才是考慮 用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引入 當中亦都有不少的建議是需要修例的 譬如說停車在一些巴士站的附近 現在即使警方拍到也好 都不能夠發出傳票的 估計在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9年第二季 政府會提交一條條例去修改 我們現在的條例237章 到時候如果是透過錄影 是可以發出傳票 這樣才可以作出有效的檢控 這一點我們都希望在稍後 運輸處採採採一個更加積極 和主動的措施 確保我們香港公營巴士運作的安全 謝謝